下一圖了,這一季比較爭議性算多的,我主持之間都不同意見的,銀高 有什麼爭議性? 很大爭議嗎?我不太覺得 有些人說沒看就好看 我這個爭議性,每個人都有 他是改編自一本原作的小說 《版國安吾》 《明治康法安吾報物語》 《版國安吾報物語》 所以他一開始說是根據這個作品 改編,改成自然代化的東西 那會不會產生了什麼問題? 我一開始看了他說 《吾如有雷同》 他說他是不是用了一些現實的東西 但我看完二十多集 十一集 十一集 我看完之後 哪有可能會雷同 不要玩啊 那不要緊,毛記是不能打一句出來的 其實一開始他算是賣 感覺上比較像原創動畫 說到是說 《水刀精義》 還有《匯串聲》 三年降年的時候 製作班底再組合出來 再寫新的動畫 一開始有點期待 但我自己看了第一集 就沒有看下去 我自己就不太受到故事風格 他的感覺是那些自然之話的推理劇 高息 說了一大輪的復筆之後 接著他就不知為何 第一集 他都略述了這個世界的一些小小的設定 他沒有完全的說 然後一個《溫美實》 就已經去到這個舞會的劇情 當然就會看到主角 新十郎 和恩果 失敗偵探 你當是偵探和助手 就出現了 在這個舞會上面 補充一點就是他們之前的故事 是會再出的 他們期間限定在一絲電影院 有播過一個 大概長一點的小電影 是說他們 小電影 短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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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轉式說他們兩個相遇 因為動畫是很明顯的 結果你會說到他依然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又說不知道 英國人的身體就是他的女朋友 這應該是劇場版裡面才有提到的東西 你說第一集裡面 那個很低級的殺人事件 老實說 我一看到 然後殺了人之後 說不用馬桂啦 一定是老婆啦 殺人手法的話 不用想啦 然後我想一下 你究竟會有些什麼 做呢 然後我第一集 我最不滿 我最不滿的一件事情 就是 首先有一個 叫做 什麼 宅的偵探 好像疑似宅的偵探出現 然後就說 我偷盡所有鏡頭 我就知道這件事 那不用啦 你偷盡所有鏡頭 不用啦 你不是在說海盛嗎 沒錯 海盛先生 我馬上想到神的紀事本裡面的外禮司 不過是大叔版 這個 大叔版 你由小倉圍變成 不是啊 這個大叔很厲害 掌握全國的媒體 政治經濟實力 都不緊要 因為有一個推理 應該是這樣 然後主角 然後找到 不是的 其實應該是怎樣的 然後 接著 有些其實接近就是 他不說 究竟為什麼 他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說 嗯 我覺得 這個是兇手 然後跟著呢 就找阿欣果 然後就沒有啦 變了一個 電衫 沒有啦 大叔 不要這樣說 大叔 就是變了一個人 你不要從一個 會控角度出發 然後跟著 一說 你答我一個問題 然後說 他講的話 你一定要回答 我一看他就 喂 那你玩完啦 買些棍落 Guest嘛 沒有東西的 Gear 我同意有這個 這樣的能力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 麻煩你麻煩 一開始 我首先第一集 一看 每個人都會當他 偵探劇 應該是 偵探劇 麻煩給你一些推理之後 告訴我 然後跟著你說 我這個人不再肯說的 你再用能力 我都拜些 最會審犯的 你想說 不是啦 你的推理劇 是舊式的推理 不是這種的 有馬跟我討論過這個 有馬你可以說一下 可以 我自己就覺得 好像很不推理劇 這套 只是叫做什麼 好像看 Share of Holmes to BLP 跟這個白雲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跟這個 心靈偵探的白雲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偷看這個劇本 你怎樣 你咬我不著 基本上 男主角 都不需要偵探 都可以解決事件 其實很簡單 整件事 其實不需要推理 因果 每一個人問一個問題 你說 你是不是兇手 搞定 不行的 他會吃光 全場人的靈魂 又不是 這個設定上是這樣的 你又不能亂吃 新十郎 新十郎 新十郎就是不可以亂吃 前面是捉菜人 捉菜人的味道不好 你不能亂捉人 這不是質量的問題 但是你沒有說的 你去到最後一集 你有沒有說過 這個問題 不可以亂吃 你說前轉的問題 沒有問題 你說了 但觀眾不知道 真的觀眾不知道 他在後面有說 他不想他亂吃人 所以才跟他在一起 不想他亂吃人 但沒有說 為什麼不想亂吃人 你只說了一句 我不想亂吃人 這個可能 因為日本觀眾 有機會去看第一集 全場是第零集 但我們這裡沒有 所以我們不知道 這個問題 你不能解釋 這個問題 你不能解釋 你不想他吃其他靈魂 始終 第一集 我可以當 什麼都不知道 但你就算說 之後有說 我不想他吃其他人的靈魂 為什麼呢 可不可以讓他解釋 還有為什麼不好味呢 你如果說 吃其他人的靈魂不好味 為什麼會不好味 是不是一定要犯罪的人 才好吃 有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 如果你有說到詳細 是可以成立的 之後可以 但如果你之前沒有說的話 那就不可以成立了 這個問題 就變成他設定交代 都不足 這個沒辦法 可能他放在劇場版上 他動畫沒說 也沒辦法 然後 其實最特別的第一集 就是 就算知道真相 也不會把真相 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 又要保護些什麼 等等 可能很多背後的陰文 對 即是說到 很黑暗 那樣 就是他第一集說 那個人是英雄的話 他就要永遠是英雄下去 就是他創造一個傳奇 第一個位置 首先 我不管 但是 如果去到最後的問題 就是說 是一個因果的問題 但是 這一集 我看有沒有 那個因和果是關於什麼 其實 不是 應該是 他剛才說到 類似日本二戰之後的環境 但是 那可能 其實你看到每個案子裡面 那些受害者 都多或少都和戰爭裡面有關係 就是可能在戰爭裡面 做過那些 發達 或者打過仗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關係 你都關過 那 在戰後之後 那些人是怎樣處置呢 就是政府怎樣對他們 就是可能有些關係 那這些 他打架就得不足 那我覺得是時間問題 就是很多地方他講不清楚 一次我們不知道 他有時候是類似半格控世界 就是可能他 用回我們現在 這個我們知道的二戰 但是又不像是二戰 我不理他背景 他背景他擺明是沒有交代的了 他擺明是 但是 問題就是 他最後很意味心腸 因為說 不關什麼正義 其實有很多 很有型的對白 出來之後 其實有沒有意思 大家解不解讀到這個意思 這個才是問題 那問題是架空了 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 或者換他角度來說 你們所講的東西 可能說 新十郎堅上這件事 就是真信之有一個 但是 海勝的論點就是 是說真相有很多個 就是問題就是 我以前老師說過一句就是 Never tell the whole truth 就是 問題是 所謂一塊圖裡面 一個picture裡面 你有多大呢 就是海勝的部分 可能說他只是選出一個 適合對外公開 或者所謂 他的角度來說 顧傳大國的角度 然後把這幅圖的部分 公開出去 然後新十郎 他所認為真相 就是傳統 另外 某程度上 解釋 或者是 所謂戰不戰後 這件事 一個很基本的理論 或者是什麼 就是所謂 戰爭時期 或者戰後 一定有一段時間前後 左右 所謂可能說 軍管 或者可以說 一些戰事時代 美國打仗 羅斯福海連任三屆 或者是 可能說 有些戰事的時候 有些中央統籌 有些資源 或者是一些媒體方面的東西 你可以說 這個後戰爭時期 海勝做到這件事 就是 他怎樣在媒體上 媒介上 在一個消息封鎖 或者是這方面的東西 去做這些功夫 所以 他覺得 這些只需 是這部分 可以對外公開的 或者是對於 這個國家 現在 當時的大勢 不管是他的個人 認為 或者是實際需要 有這樣的利益 就等於 好像說 他在警示廳方面 那些file 或者那些協助 但是 雙十王作為 一個 他可能說 經歷了戰爭 之後看到怎樣 殘酷 他所謂一個 我們大家 動畫版 他還不知 所謂的殘酷經歷 他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他覺得 應該要還真相本來的面目 所以 他有個立場的不同 所以就說 一個是要 真相的一部分 有用的一部分 一個可能是 我要全貌 但是 大家的考量不同 這是我的說法 還有一件事 大家未必會想到的 可能就是 因為雙十王 雖然是出入真相 但雙十王是為他自己的 他不會 公佈出去 即是 你看到他這樣就走 他不會理其他 這個 是不是一個偵探的規範 就不要理他 總之就是 因為他這樣做 所以 凱聖才不會理他 或者這樣說 再說下去之前 大家當這套 是不是偵探劇 不當 我當是推理的 你當是推理劇 我不當 什麼叫推理劇 理論上 推理劇 包括偵探劇 包括特務片 都是包括 偵探 如果在茶小雪裏 偵探劇 包括很多方面 我知道那套劇情編的東西 兩方面來說 我覺得兩方面都不合格 其實兩方面都不合格 首先就是 我不理任何原著 任何東西 我都不理 我只看那十份集裡面 我是完全不知道他 即是說 我懂得到 他究竟想 好像剛才阿姨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 究竟 有一些事情 是否一定要讓所有人知道呢 不一定的 即是可能 有些人 不需要知道所有事情 他只知道 其中一些含意 或是 我公佈的一些消息 就是足夠 可能令社會更加美好 這件事我是懂得到的 即是我知道他想說這件事 但 在這個表現手法上 他完全我覺得 是做得不太好 這個我同意 即是他會說到 他需要做這個封鎖 但其實他每次 即是譬如說 輝夜姬 他說 為何要不讓那首歌出來 或者其他的考量 他沒有很明確地去解釋 為何阿凱誠要這樣做 輝夜姬比較容易 因為當時政府 其實輝夜姬那段 我算好過第一集 因為他只要 阿凱誠出來解話 就說 輝夜姬其實這個人 是當時戰爭 唯有需要 鼓勵國民參戰 作出來的假事 就宣傳說 他死的 但如果你輝夜姬那段影片 流出來了 即是要質疑 當時不是說他死了嗎 一模一樣 傳出來 即是政府的威信 即是圓上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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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讓人出來 唱歌 這也有解釋過 他大部份的 或者去到後段的事情 即是當那個所謂的陰謀面 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是沒有去解釋的 而且是令到越來越大 就是令到整個故事非常好 即是我們可以逐步逐步說下去 即是我們可以逐步逐步說下去 徽夜姬那裏 其實就是剛才說 有一個推特疑似 即是造神計劃 你可以說 令到一個偶像神聖化了 即是戰時的士氣需要 對 士氣需要 所以就令到一個角色 做了一個就是 慘死 然後跟著就找一隊團隊去支撐他的 即是他就這樣 然後跟著就因為這樣 就是利用了自己的女兒 然後跟著那個女兒就因為 很想出歌 然後跟著就殺了自己的媽媽 這樣的故事來的 那你說 這一集都未至於說他有問題 這集其實算是他十一集裏面比較好的一集 第三集就是 跟著應該是 Ray 第三 第三、第四好像都是 風手 就是風手 兩集一場 其實他應該說他每一個故事 我不可以用雜 就是他每一個故事 他一個編章故故事裏面 他有一個主題 其實之前就是說 黑五年 即是說要不應該公佈 有些事情就說他是英雄 應該是永遠是英雄進去 第二個就是 造神的那個計劃 那個問題 第三、第二個就是 一個不是人的人 你不應該用人的理論去套下去 而且就說 做這些事的行為的人 其實是人來的 不關那個機械事 那個機械是沒有意識去做這個 只是執行而已 只是執行 而你將因為是人類的 外表 慾望 人類的慾望 想他這樣做 然後你再去說這件事危險 那其實究竟是人類危險 還是那件事危險 這是很多科法小說 對 這是他這一個故事 即是說是刀危險 還是他拿著刀殺人 那件事危險 他這一兩集 就會用這件事去說 但當然 包裝上面那個 所謂的殺人事件 其實是幾無謂的 其實我一直 在這件事裡面 我比較不明白 一件事就是 他要用偵探這件事 就是 他要用偵探這件事 是不是必須要用偵探 必須是偵探 他不是真的要亂入戰場 亂入那個案件裏面 你很多人都可以約到他 警察都可以 但這次因為 大小姐帶他去才能進去 那天都不能進去 整件事 都不關他事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需要是一件殺人事件 才可以去帶出這件事 就是 為什麼要用殺人事件呢 或者 反過來說 我無端端做什麼 查理這些事 已經過去的事 即是 他的表現手法 就是 他要一個 spark 他要一個火花 即是怎樣去開啟這件事件 去開啟那篇章 就是 有一個事件就發生 那就會了 即是 類似現在推理小說 為什麼 可能土隊的 可能會嚇到死人 那計法一年就死的人 但沒問題 無解 因為要死人才有一個 吸引到故事 應該說 我會這樣理解一套劇 一個角色 他做那個職業 而那個職業影響到故事 本身是有那個意義 即是他那個職業 是有意義存在的 在故事裏面 即是就算是柯南的 他的意義就是 他要偵查 或者 即是 金田一 金田一原本不是偵探 原本 他路過了 是一個路過的名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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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們所有人 其實 嚴格來說 都不是主力去 用偵探的身分 去參與 一個學生 而 即是你裏面的 他們現在是 我是用偵探的身分 但我不是行偵探之事 去做其他事情 那 為什麼要是偵探呢 這是我一直看十一集裏面的疑問 其實 反過來 想另外一件事 我們可以簡單說 這個可以說是他的行為的地方 因為大家會發覺 有一件事是沒有死人的 就是之後那件作家 即是小說家 帶出來的事 他是接一個委託 他去接一個委託 其實你可以說 他怎樣去把一個新的章節 去帶出來 如果你說接委託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偵探的工作 但是你說 如果他去調查殺人事件 那 他很多其實就不是委託來的 他只是路過 因為他是偵探 或者可能是因為大小姐 即是海勝的女兒捉了他去 然後讓他去 關閉的事 這個你可以說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不是啦 被人帶進去 好過他自己亂來的 當然啦 我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例如說 剛才我們之前說 那些朋友很少 他們每件事件的觸發 可能就是我們有個社團活動 你講說 姜德山 夏娜那邊 他可能有什麼事件 就是我試圖集內 這樣 那這邊他觸發的原因 可能就是偵探絕委託 或者有人死了 大概是這樣 你說是否絕對不合理 當然我覺得他的表現手法是怪的 為什麼海勝的女兒 帶你進去 你就能進去 不是 海勝的女兒有權 這個就莫名其妙一點 你女兒大了嗎 你看到 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那個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本身他叫做 很多東西都是架空了 他有自己的文化在裡面 而他每次不說 他每次都是說 我用到那個時候我才說 但是呢 這個東西是可能永遠之後 用不回來的 或是在十一集裡面 很多東西都是 特例來的 一次性就算 其實很多東西 你說了就算 其實在偵探裡面說 如果你每一次都說完就算的話 我實說 我不要推你 我怎麼推呢 我沒得推的 即是他吊詭的地方 或者可能說 是說 海勝那方 可能說 很在乎 一個 國家體制 或者可以為一個 很有系統的管理 的資訊 網絡 各種各種 但是這件事情 呈現出來就是 他這個國家體制其實很鬆散 有個人亂來 亂來 亂來被人扔進去 他的勞鎖鎖裡 即是有些很古怪的 會出現的 跟這件事是相反的情況出現 即是他每件事都 就算之後的監獄事件 這個世界是無所謂的法則 那個法則就是 製作群上去說什麼 就說什麼 是啊 而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 在裡面任何事件 即是 包括後面的所有的力量 特殊的力量 你全都說了 你講什麼都可以 即是只要你說 我就一定要相信 而這樣的話 這樣 用一個偵探的包裝 即是我不要理他 有沒有聞到偵探之事 他用一個偵探的包裝 那有什麼為呢 即你說心靈偵探白雲 勉強就是說 有些事件 你都可以去想 究竟那個事件 推敲這件事件 是怎樣 你不要理他怎樣偷看劇本 但這句話 已經超過了偷看劇本的層次了 即是沒有劇本 自圓其說不到的 是啊 很多東西都是自圓其說不到 即是他 我要講這件事 那就講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加上那件事 應該海勝知道 但海勝又不去管 即是有很多 因為他經常都 好像未必知道 我反而覺得 不是他知道 救人進去的 他知道有些事情會發生 或者他知道為什麼 但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有件事突然間觸發 即不是他觸發 有些事情 而你說 本身開頭這樣都沒有問題 即是我真的當作 好像 Drum是有一套 世人偵探 即是魔人茶 什麼魔人偵探 魔人偵探 是的 那套東西 那個類型 總之說 我不理我 我只是想吃美味的靈魂 我都能接受到 但是呢 去到監獄那段之後 我就發現 這個故事是完全失控的了 無緣無故 走多了一個 叫做我說什麼 那些人就相信什麼的人 一個劇場版 劇場版 別天王 對 就是別天王 簡直是中文亦是別天王 的角色出來 跟因果 是類似的傳統 都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都是一些不知道什麼 都是沒說到的 而他就說 他可以令到持有者 說的話成為事實 幻想 幻想的事實 又首歌是打炮 所以 你去到這一刻 就是 那究竟我現在 現在我講的是一個魔人的對決,講這個現實社會的黑暗面,還是講什麼呢? 是完全是那一刻迷失了方向的,真的好像《別天王》,你說完就算了,你說完就要相信了。 我記得《別天王》做出場的時候,其實本那邊網上正在宣傳《殷果論》的,應該是配合劇場的宣傳。 因為劇場才做《殷果》和《別天王》的故事,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他只是故意做出來的,但跳遠了一點點。 我覺得他最後面的《殷果》對《別天王》變了兩隻怪獸打,那位置我就很不滿意了。 我也是。 這個故事本身說的是人類和人類之間的,我不管你中途中用什麼犯規的能力也好, 只限於是人類和人類之間的鬥志,或者是他們的權力,就是人類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我當作超自然能力也是,但不是兩隻怪獸在那裡打大家Pokemon說, 出來啦!小火龍那樣,然後那邊就說,來啦!水箭乖,然後兩個在那裡射,大哥! 小火龍那樣! 這個很有問題的,就是他總是夾了很多,我知道他夾了很多東西,但他有沒有解釋到很多, 他可能是逼人去看劇場版,或者其他補員啦! 不是逼人去看劇場版,或者其他補員啦! 你都要是,這套東西令到別人想去看劇場版才行的嘛! 即是你要知道那個廣告,賣樓廣告都要跟你說棟樓的東西, 就不要跟人說,下面有一間酒樓很好吃, 然後突然說,我們這個食物超好專業,我去賣這棟樓, 即是你不會說過這麼多的聲音而已! 你那個例子應該這樣說,嗯,我這間酒樓的東西很好吃, 然後就介紹,嗯,我這棟樓有多漂亮,你看外面,哇,無敵大海景, 然後完全是不說裡面的食物的, 然後說,這棟樓廂,即是賣每尺,每尺尺家,2800元, 然後就說完很多奇異的東西,好像是跟建築物有關, 但跟本體完全沒有關係的! 很散! 然後最終就是,究竟,最後,大家請去這間酒樓去吃吧! 吃什麼? 就是你可能是中菜,西菜,還是法國菜,你都不知道! 還是可能是逆殘廢爭? 你說故事裡面,好像是去到別天王的那個case那個位置, 然後就說了很多說,其實那個真的挺亂的, 特別是海盛那個炸彈襲擊那件事,是亂的開始的! 然後就開始圍繞這類樣東西去說,然後就報了一件大事件, 其實他每件事就是,他想藉著這個別天王的力量, 然後就像是造就了很多不同的事件,然後引起了一些社會的矛盾出來, 但我未見到社會的矛盾之前,我已經在想,究竟這些事件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那方面已經搶了這個主題了! 你未見到社會矛盾之前,你覺得劇情有矛盾先吧! 是的! 有一個覺得呢,像你剛才所說的,其實他主線集中在新十郎,其實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12集,其實有些劇情應該跳回… 不是,就是12集,11集是,劇情太集中在新十郎的主視點到, 其實那些劇情,例如說最後一段集的應該是跳回去, 聖海的角度看才會完成,但他有沒有這樣做? 所以他覺得會把整件事關掉? 反而我覺得他有時候應該說,換新十郎,換大小姐, 換了不同的人,有時候的部分,特別是在他最後的大事件那裡, 如果不是他很貴,其實反過來,他這個角度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做過, 或者是簡單的第三者,監獄那段部分,有些位是大小姐, 因為三十郎自己被人圍魂了,可以當一下, 不要緊,他們進去全部都被人圍魂了, 其實你可以有時候是用另一個人的角度, 或者是用透過這樣的方法來比較資深, 如果他這集這樣做的話,他有一件事就是分不開了現實和 很亂, 是我們都分不清楚, 我一看自己是假的, 整集你這麼聰明? 是啊, 一看自己是假的,肯定 我是不是,我開頭以為拍戲,我一問是不是新十郎指導的case要拍戲呢? 我在第一個說是他要拍戲呢?然後就做了一段時間, 說這件事是不知在做什麼的, 然後跟著就, 無故就彈出來了,說嗯, 新十郎在監獄中一個人, 就被人困住了, 她說,為什麼要困住他? 之後就後面說,之後來監獄探的人,其實我們全部都要困住他 嘩,你全都說了,大哥,好奇怪 然後說,為什麼放他出來,因為我有權力,所以我可以放他們出來 因為他沒有罪,他說,他之前已經沒有罪了,是你們無緣無故自己困住他 就是說,整件事裡面,沒有一個合理解釋給我 但是,你正經戰隊可能說第一集是這樣,或者是,不知道 他現在是中斷,突然有一集集出來,就,咦,我不是看錯片了嗎? 不是,監獄那裏有解釋到的,我可以解釋到的 其實就是最簡單,肉粥想放女裁板走 那個是你時候知道的嘛,問題是,我們一開始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而且那個是之前,他是沒有得好,他跟你說小說家 說完之後,收集到頭暈,頭暈之後見到這些人會患過你 最大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說想放,沒有問題 但是,在我們的時點裡面,我們見到的導演,他就是導演 我們不知道他是肉粥來的 那這件事,首先就是,我們無尋虛理先 到他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肉粥來的 就算他死了之後,我只見到三啞東西在那裏 三啞東西? 啊,不止三啞,四至五啞 是三啞的,你把腳這樣計成一個unit OK,OK,頭空腹 就是,我們是完全不理解原因的 然後,突然那三個女囚犯,然後就說,是什麼人來的 然後,你要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呢,其實呢,不是聽他們說話的 是最後那個人打字幕 錯啊,是他們每次出場之後,他們旁邊那個名字 嗯,叫什麼名字? 就是字幕,那裏 性罪犯 性罪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噢,噢,那我知道,然後,你是恐怖分子 噢,你是性罪犯,OK 不是靠他們的罪犯的 我全部都是,我所有人都知道那個人什麼身份 我是靠旁邊那個字,我不是靠他們所有的對白 他沒有說過的 所以剛才,他的主線就是集中在新廁廊身上 而沒有了其他角色,他主視點的描述 就是有些劇情應該是其他角色去做 第一視點去看的,但他沒有了這件事 所以他覺得劇情會有點脫失,有點零散 不要緊,有些賊呢,那個顏頭閘著呢,他是賊的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最後就是,無緣無故花了接近半閘的蝙蝠去說 嗯,究竟別天王的能力是怎樣 我應該怎樣破解他的能力 什麼找聲啊,那些東西 哇,救命啊,大哥 你現在說,你現在想做些什麼啊,你這套劇 就是Monhunter一怪,踩那件甲,對付他 不是啊,那他知道兇手有別天王 那你破了別天王就破了兇手 但其實呢,有個問題的就是,去到後面呢 究竟,海盛有沒有用過別天王啊 別天王是不是海盛啊,還是什麼呢 你是開始搞亂了,你是不知道的 然後聽到真的,海盛跟別天王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在第十集呢,你看到十六集之後呢 日本那邊其實有人在討論中,推理中的 其實別天王其實...應該有人推論到別天王 不是啊,海盛道竟應該 有一件事就是,我們不是應該由日本的討論出發的 第一就是,他不是那個節目,或者他的動畫有個討論區 然後裏面有一些監督放了什麼Tweeter 有紅字,有藍字,有什麼東西 有些有關的動畫外的觀眾活動 他沒有這些東西,你說的那個可能是一個意思益處討論 但是,問題是我們說,他動畫裏面能不能表達這些東西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首先,他講到別天王的能力 他叫別天王一定是幻覺的,機器是會撤得到出來 其次你看到他的手巾,新桑給了國會議員 然後後來阿楓首,英國郎回來 那這裡可以讓你玩一下,檢查一下,海盛是有別天王 他是令那條手巾,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突然間去了別的印度 但我不覺得他跟別天王有什麼關係 你最終就是,你那個位可能推理到議會議員跟什麼是有關係的 但是,你肯定推理不到Final Boss 最後Final Boss就說,其實我是想你當我神那樣扮 我猜到,反而我推到,反而我推到 我只是說,我頂你個費 其實他只是要推到女兒 反而我推到 很簡單的,你最後看一下 別天王要他有能力幻覺,但他不會出手 有一個人知道尼剛自己在家裡,然後扮成海盛在裡面出入 而電視台那才是真的海盛 那你猜一下當時有誰不在場 後來,猜到那時候就只有阿束瑞不在 整件事就是 阿女仔那個都不在 阿女仔那個事務長都不在 阿虎先生都不在 不是,因為後來已經變得到 你這個說法是限制了在場的人 而且之前是 問題是他不是金田一密室殺人事件 你再跳回前面,阿別天王不見了的時候 阿束水第一個坐在監房裡面 又問阿海盛是否捉了他 這個是錯過來的 等大家誤會阿海盛捉了阿別天王 其實如果你回想一下,其實阿束水捉了阿別天王 走進去海盛身上都可以的 這個劇情是通的 這個我不記得 他剛才說是剛剛 阿監獄那集 後來想完的 通常都不見到 他問那個問題的位置 你看到他們兩個在 一間房裡面說的位置 大家當然因為先入為主 就以為一定是海盛捉了阿別天王走 然後阿束水問他 但是如果你跳出來想一想 其實阿束水捉了阿別天王走 又再問海盛都可以成立的 那時候我開始說是日捉水 其實是畫黑手 但是始終整件事 我看不到了 整件事裡面的恩由是沒有 而且你說去到那個位置 你說不見了的 誰都可以是 就算我簡單來說 我虎先生都可以 我作個理由給他 還有難聽說句 是謎之人物B 甚至我說是電視台那個 乾喉監督的 你槍我不張 因為我還是說一句 你不是金田陰瑞殺人事件 不是空手就在座幾班人 是任何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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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問題 我只要說我握出來 我說他是 你只能夠自信 我說他是蓄水的老母都可以 他說蓄水其實都是被人利用的 都可以 是啊 我會有些疑問 我沒有看圖的 但是剛剛聽有馬的說法 我有些疑問就是 其實會不會我們 我們觀著有神之詞 怎麼才會看到這些東西 看不到 我跟你說 我意思是說 固然是 可能未必看到 但我們是不是因為有神之詞 怎麼才看到這些東西 還是純粹是劇情那裡 真的有給到一些證據 還有主題是 我是看完 做完我才看的 就是 我不是不記得上個星期說什麼 然後我每集中間只有四個字 分間 就是上一集做完 然後我就看下集 我一氣過坐在那裡看 我又不覺得我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做過一個星期追的 可能有一個星期時間去做推理 那我自己翻盤 可能有機會想到這樣 那你做個連續看 就未必有什麼感覺 就是 竟然是這樣 我只可以這樣說 他不同的地方 只可以說是 推理劇裡面 我們有固定的故事 固定的手法 你可以從那裡去看 但你這裡是沒有 總之說 故事裡面說什麼 其實只要你解得通 就可以了 他都沒有解得通 老實說 我講哪個角色 就算我講 其實都兇了心失望 他只是指示告訴你 其實他沒有解通過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這套是一部劇情片 但我沒有說過 它是一部合理的劇情片 當然你說 好像有米所說 恩果和別天蒙的關係 可能要OVA 他裡面當然沒有說 裡面有一個食人給人吃 然後跟著就無緣無故 一開始就說 恩果是想吃人的靈魂 然後就變成了 然後就說 那是怎樣 不是 因為他說別天王是炎靈 就是人的靈魂 他也是靈魂 對 所以都會食不 一個是豬肉 一個是火腿 炎靈不是代表靈魂的 錯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說 炎靈不是這件事 那是什麼 以我所認知的炎靈 而你的認識 和動畫面的設定 是兩件 我不知道他是這樣 那死了 他說了 然後突然 突然間 彈本就是之前 不是他講完 是他那個設定 之前是說 明哥 其實炎靈 別天王是厲害 就是他講了一句話 不是他講 別天王不可以講話 是旁邊的 他是主人 到Master 他講的話 所以 所以 而不可以講 一個就是 不可以就是 存在那個人物 在這裏的同時 你說那個人物在這裏 那很簡單 我記得說 你們全部給我死 就是 你們全部給我自殺 搞定 收工 真的可以收工 別天王是 恩果都要死 告訴你 因為恩果是不能夠 在那個級數上 根本上都贏不到 我一開始想說 恩果和炎靈 就是說 有恩才有果 那會不會是炎靈 其實是跟他去對沖 但是 最後就是變了兩隻怪物 在那裏大戰 那是怎樣呢 那是你們的 你們的 我都覺得那裏過分了一點點 我都覺得 偶失的力量是甚麼 我插一插個位 大家有沒有看關公大戰和星人 我都覺得那裏過分了一點點 不要跑這個怪物出來 我都覺得 有得廢 我覺得 都是做甚麼 不知道做甚麼 那裏我都在那裏 就是說 我畫面風格 我都不理 就是我已經是 完全judge了在這個 所謂的橋段裏面 我完全不知道這十一集裏面 他究竟 帶了些甚麼出來 他是 他自己是想帶些甚麼出來 還有他的女主角 是極度不吸引的 可惜 他唯一帶出了他就是豐手 很簡單 大小姐也不錯 大小姐也不錯 你不要有一個 不會控的角度去說 即是他 suppose 那個女主角應該是大小姐 不是那個豐手 那些人工智能 那豐手變成太好了 我看到大小姐最多出現的東西就是 遠距離崩壞的畫面 沒有了個影子 下巴和頸連在一起 那些很獵奇的樣子 她說話都不太多 事件也不太多 每次穿不同的衣服 或者騎著馬 我又不太知道他女兒來做甚麼 其實我開頭真是新花 她女兒是小蘭的角色而已 純粹是小蘭的角色而已 小蘭的角色 其實我這樣想 其實她女兒應該是跟她爸爸對沖的 那就是 真實朗幫忙 揭封她爸爸的方言 那開頭真的有少做到的 但後面中間不知道有沒有 我一做這一點 這一點是 他的主題就是 究竟要完全的真相 又好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究竟要完全的真相好 還是一個虛假的原則 大家能夠接受的 一個方言會比較好呢 但是呢 講到就好像說 大家都想 即是他們想反抗 但是呢 大家都說 做件事解決了 我說 我這樣說沒有問題 哦 其實都講了很久 我們不如總結 你總結完再說 垃圾 兩個字 垃圾 我當然那句 保持我開始說話 他是劇情片 但是我沒有說過 他是一道 好合邏輯的 藝成片 嗯 那到我講了 剛才大家很奇怪 大家有沒有講推理小說 其實推理小說呢 你終於講了嗎 我叫你好早講 你現在才講 請 請請 大家很簡單 去書局看看推理小說 有什麼呢 包括最真實的 那我坦白的 我是真的 石川似郎這傢伙 寫出來的 也是推理小說 沒錯 大家看看 就是以說 這是垃圾來的 也是推理小說 這個世界 其實日本推理的 也挺怕就起空凡下的 相對這套作品 以我來講 以我認知 推理小說 它屬於社會派那種類別 即是它不會以一個 兇案做為主軸 不會以兇案 它正是探討在破解兇案之後 而兇案針對當時人 和案情來講 看看人性的問題 就是 這個觸發電腦 因為最早期的推理小說 多數都是 類似大家都知道的 福爾摩斯 或者推理之父 外倫波 這些人 寫出來的推理小說 比較快要盡頭 日本方面 金田一 柯南這些 都是密室殺人 孤獨殺人 即是玩到盡頭 即是150多集 和360多集差不多 是的 就是殺人殺人 即是沒有了一個新意 而且殺人其實沒有什麼探究性 於是那些人就可以轉移用 還有它是停留了一種扭招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一次 說福爾摩斯 有一個人站在兵上面 跌高了 然後推一條蛇 進去通風槽裡 搞死了一個人之後 就收回一條蛇 然後兵溶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他來過 我看到哪有一個人在兵 補一條蛇 那補一條蛇 那補一條蛇 那麼交叉大 那補一條蛇 你就知道蛇咬了 那一條蛇咬了 咬完之後就收回蛇 哪有可能 還有一兩方面 沒有那麼多殺人事件 其次就是 他的兇惡手法 其實太奇怪 即是 到了一個超現實的地步 超過火鳳療圓 現實 大家看看報紙 有多少人會想這麼複雜的 通常都是誤殺 或者是不小心殺人 不會想這麼多複雜的條例 有什麼高科技 西瓜都是你的好朋友 有什麼雷射探針 很奇怪 有什麼計殺人數 要找一條死屍 裝自己 又沒有這麼複雜的事 這世界案情很簡單 就是 即是回關到基本步的 一個人殺一個人之後 為什麼他殺這個人呢 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即是他反反這個基本步 或者換個角度來說 有馬所說的事 簡單一點 是什麼呢 傳統的推理小說 很局限於在個案情的發展 以及所謂的邏輯 但是因為基於那個演進歷史太久 可以扭的方法已經被人扭了 於是就開始轉變了新的流派 就是說 轉而是兇案以外 他那種社會性 和人性面的黑暗 背後手帶出的東西 大概 這套他認為 恩果論 就會相應而言 就會對應 因為他說的 可能說 海盛那部分 就是社會那方面的東西 就會 展現到 類似 或者說 他眼中符合到 新派那種推理小說 新派這個應該不是新的 而且有些新的 可能 剛才你說不斷殺人 其實有些新的小說 推理小說 不斷殺人 不是殺人 就是紅十字妹 就是沉悶 或者是找東西 有其他的國內也有出東西 或者是類似 類似 例如 有留意 京都動畫 下一套動畫法的冰果 就是那個日常之迷 不過這套東西之後再說 推理現在變了很多形式 不算是局限 大家所熟知的 今年一 要找一個兇手出來 有一大堆推理 要合情合邏輯 推理變了很多形式出來 不是局限級 那種 我套回你這套理論去說 我不會out of 首先 如果剛才說的 殺人 他依然是有殺人 當然 那包裝方面 我覺得 你可以說 其實他不需要搞到這麼麻煩 我承認 殺了一個人 就是我殺的 但是你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 你講的那套理論 用一個最簡單的 說 為什麼要殺 我不說 總之我殺了人 是我殺的 怎樣 你咬我吃 我就是不說 我一時興起 我突然間心血來潮想殺人 我手癢 對我手癢 現實都有那個人的 然後你就這樣說 然後精口的角色 你可以用回收拾王的角色 就是 我是要理解背後的原因 就是可能說 突然間有一段 就是無緣無故亂殺人的事件 就是可能這個是一個局 就是這個是一個報局 就是可能說 探討回社會裡面 為什麼要那些人要這樣殺人 先 可以他這樣逐步逐步去解構 但是 而不是就是說 他現在的方法就是 啊 又搞到很扭曲 嗯 又要關燈啊 然後殺人啊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那些人用Slyber 一夜射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比較欣賞這一集 就是 小雪家他自白那集 為什麼他要搞得這麼複雜 就是說 偵探 是不是真的需要殺人之後 走出現場 這人就是兇手 抓他 就是不會這樣做的 就是一個好的偵探 反而是在兇案發生時 已經阻止這件事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一集我幾敗的反應 是 愈防勝於治療 是啊 我覺得 不會 他不是說這句 他不是說愈防 類似 類似 類似的意思 絕對不是 他不是說這句 他說 小雪家想著 新實浪等人殺人之後 報告 等他栽贓 等他殺人 但是新實浪之前破壞了他這件事 絕對不是 他說那句話其實是說什麼呢 他說 你偵探存在的意義就是 當有兇案發生的時候 你解構到那個兇案的話 名偵探存在的意義就是在這裏 就不是說叫他預防兇案 兩樣東西來的 我說這個意思 完全不同意思 喂 你不要扭曲 新實浪就是預防了兇案 但是兇案就是破了兇案 這次那些 出生記著要打針 類似的意思 你完全不同 你又真的 他那句這樣說 然後你又說 他的意思其實是這樣 就是 偵探就是在兇案發生 現在偵探存在的意思就是 在兇案發生就是出現 但是現在是 偵探在兇案就是阻止兇案 就是偵探沒有意思 就是反而是這個意思 原來偵探就是這個 MML 就是預防了兇案 其實是 你是可以拿補了原本內容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說話 這個我的意思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意思 你的意思但不是Catchy 難道新實浪的全名是 白喉破雙風 八夜咳雲合 浸 去到這裏 聽到這麼大反響 大家可以自己 十一集 十一集 很短 我覺得太短了 我覺得剛剛的討論其實不錯 除了我不是記住他 林玫比那隻怪獸大戰之外 那真是不要做什麼 都說關公大戰外星人 好 最重要 那個位置最有用 大家是沒有反應的 告訴你 哇 升仙喔 又升仙了 再升仙了 好像Mr.Bindy 掉下來那樣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裏 那我們下集繼續 大戰 其他的新班 還是九班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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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拜拜